今天邀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BA.4 BA.5秋冬要來了 可是傳出民進黨下週三要提名 陳時中出來選台北市長 連辦公室都找好 而且還說接任人選要找一個能夠守成的 才能夠打贏這場防疫的選戰嗎 但是民進黨說都是傳聞而已 惠文哥怎麼看 對 前一段主持人講的時候 我就快忍不住了 主持人剛剛提出要說 這個兩岸應該是國民黨應該要得分擅長的部分 是嗎 國民黨主席跑去美國講什麼 他去批評九二公司 說國民黨從來不是一個親中的政黨 國民黨自己自廢武功 以前 就是剛剛講到這個ECFA 的確是馬中宏那時候推的時候被罵得要死 結果呢 所以剛剛主持人你調出那畫面說 當時的蔡主席這樣講 現在應該去廢除ECFA是誰 當然是國民黨 國民黨你就是要公其必救嘛 國民黨就發動公投啊 其實民進黨那時候有發動公投過 民進黨還動員他的黨公子 每一個黨公子都要送那個連署書上來 是最後民進黨自己就縮回來啦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變成是 剛剛主持人講說金蝦大橋 變成是柯文哲的紅利 然後這個ECFA 現在是民進黨在收割 那國民黨在幹嘛 國民黨就是為人作駕 然後全局又選不贏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國民黨要趕快修正他的路線 朱立倫要出來把這東西講清楚 如果這東西講不清楚的話 我實在是想不出任何理由要投國民黨 因為說就投民進黨就好了 如果是你要拿香對敗民進黨 或者是民眾黨的話 那到底國民黨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不要自己把自己變化 國民黨是很安的 這是 Big Red 二 六 四